主料,木瓜,银耳,红枣3-6个,辅料,冰糖,枸杞3-6,准备好食材,银耳最好撕碎一点,银耳用开水泡30分钟,木瓜去皮切丁备用,浇泡好的银耳和切好的木瓜丁放入砂锅中,盖上盖子,先大火,待水开后转小火,小火煲20分钟后,放入冰糖和红枣,耐心等待, 等砂锅里面的水变成原来水量的二分之一就可以关火了,个人觉得煲汤用砂锅味道最好,而且煲的时间越长越美味,煲好之后放几粒枸杞,不要关火,等十分钟后再关火,木瓜银耳红枣汤成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